那各位老師然後各位現場同學 還有我們允會的來賓大家早安 很高興也很榮幸今天政大歷史系 可以有機會然後邀請到 職業院台師所的謝國欣教授 到系上來演講這樣子 那今天演講的屏幕是 歷史學視角的臺灣面堅信的研究 那我們知道這個謝國欣老師 也是我們政大歷史系畢業 然後可以說是非常傑出的一位系友這樣子 對 然後因此對我們現場的各位同學來說 還有包括對我自己來說 可以說是我們非常敬愛的學長 那非常感謝學長願意回來 跟學弟妹來做分享 那也給我們同學 給學弟妹做一個很好的一個學習的典範這樣子 那本來今天早上的一個這場演講 應該是要由我們系初任養主任來主持 但是因為我們早上有不是班的口試 那主任必須出席 那臨時改由我來這個做一個簡單的演言 那本來我今天只是想要以一個粉絲的心情 坐在台下林遞謝老師的演講這樣子 那對謝老師很不好意思 請老師多多包涵這樣子 那我們今天的時間寶貴 那所以我們現在就讓我們以這個 最熱烈的掌聲來歡迎謝老師 感謝老師 感謝老師 我民國67年畢業 所以是柳先生 好像畢業以後 從來沒有回到政大演講 我在外面各地有很多機會演講 最遠到聖平和堡去演講 但是好像沒有機會 我就住在深圳 不過今天 我常常回來 最多的是口試 開會的口試 人是畢業的時候 有吃口試我有嗎? 反正正大演講 但是所謂的很多協力妹畢業 我曾經來參加口試 今天我用很短的時間 先介紹一部分 一點我所了解 或者我自己做民間信仰的研究 那要特別強調 歷史學的視角 是因為民間信仰 有人類學者的研究 有宗教學者的研究 歷史學者的研究 是比較少的 歷史學者是用怎麼樣的 作為一個研究歷史的人 是用怎麼樣的角度 來看這樣的一個議題 所以說是要介紹這個 那當然要講具體的案例 呃 我開始做民間信仰的調查 跟田業 還有無限的閱讀 大概在十五年前開始 但真正做的比較多 是最近這十一二年 因為我原來的靈異病在這裡 那只是在一個很偶人的機會 突然發現說 欸 這塊領域很有意思 呃 因為我本身是台南出生長大的 十八歲念大學才到台北來 從此留在台北一直到今天 那我在二零零三年 一個很偶人的機會 在台南看到一個廟會 才發現廟會裡頭的很多元素 是我小時候曾經稍微有點印象 呃 我在那個時候 我已經離開 這樣子的場域跟內容 就是這樣的景象 大概有幾近三十年 那我非常意外的發現說 呃 在台灣南部 民間信仰裡頭 他有這麼多 非常古老 豐富的 呃 儒術 在台灣基層之中 所以 其實 一開始的動力就很不像 看看 他為什麼會 在這麼一個所謂工商業發達 大家都這麼忙 呃 他的到底在哪裡 當然我不一定能夠給出很滿意的答案 那我就把我這幾年的研究 一部分 今天跟各位來做一個報告 我強調社會 呃 歷史學 其實主要是社會史 呃 研究民間信仰的本身 因為我不是宗教學者 我對於宗教學者更關心的 比如說儀式 嗯 或者 宗教文化 可能沒有那麼深入的理解 但是 我 想要透過 觀察民間信仰 來了解台灣社會 這是一個簡單的一個目的 那 社會史 過去呢 本來歷史學研究的 是 不分時期 不分古今中外 不管是從上層的國家政權 體制 或者到下層的社會人群生活 應該都涵掛在內 那所以 關心的議題是 國家與社會 或者整個歷史的發展變遷 那這些說來當然就是一個大歷史 但大歷史裡頭 最標準的歷史學的傳統 是司馬謙說的 研究歷史的目的是要 舊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 用一個現代的西洋的術語說 這個叫做宏大敘述 是一個很大觀點的 研究歷史 本來最終的問題是這樣 當然大家都知道 事實上 現研究者的 時間能力 還有種種限制 所以我們通常只能 就某一個領域 去做專研 大概最近這 對台灣來說 大概最近這二十年 社會文化史 或者所謂新文化史 跟結合歷史人類學 這樣子的一個研究的角度 或者方法 是比較被重視的 被研究原來研究社會史 或者研究這個社會經濟史的學者注意的 簡單的說這樣子的觀點 是要從日常生活 跟底層群眾的角度 去看歷史的發展跟變化 這樣子的研究 他強調敘述性 所謂敘述性是說故事 或者說 從平鋪直序裡頭 當然最好是深度的描述 所謂深描 深描跟詮釋之間 有某種程度的沖定 當然歷史學希望 尤其受到西方史學傳統的影響 詮釋非常重要 就是歷史解釋 用中國傳統的歷史學的術語說 叫做史觀 是非常重要 但是現在的新文化史 或者社會文化史 更強調的是說 敘述性其實是錯故事的 原來最古典的歷史學 就是一個說故事的詢問 只是你有沒有辦法把故事做好 故事做好的意思是說 用最平白的文字描述 讓大家都聽得懂 過去發生了什麼事 為什麼發生了這些事 將來可能會怎麼樣 這是最簡單的 原來歷史學最原始的宗旨 社會文化史 因為既然研究 或者說從日常生活 跟社會基層的議題入手 所以他希望是更接近通俗 讓一般人也都看得懂 過去的歷史學比較強調 上層建築或者精英文化 現在的趨勢 也不是說變成這趨勢 而是說這一部分 強調敘述跟同俗 強調基層的面向 對歷史發展變遷的影響跟重要性 也是比較被強調 對過去的這個研究 會有一種補充的效果 這幾年在研究跟民間信仰 我不敢說所有宗教 至少是在民間信仰 不管中國或者台灣 大概會常常被提到的是 歷史人類學的角度 他的觀點 或者是他的方法 他的方法說真的 大家知道 我們正宗學歷史的人 從大學開始受了訓練 歷史學的方法是什麼呢 史學方法從來每個老師上都會不一樣 因為史無定法 歷史都是根據你的議題 根據你的材料 去選方法或者想方法 所以他本身是一個比較可以補充的 我自己的這十幾年來的心得是 沒有錯現在強調的所謂歷史人類學 其實就是希望借用人類學的一些觀念 或者方法來研究歷史 通常研究就是我們剛剛說的 性文化史或者社會文化史 當然每個學科都有他自己的學術典範 所以是不可能完全借用 所以我在田野碰到人類學者 我會很明白地發現 我們關心的角度是不一樣的 我舉一個例子 我跟一個法國的人類學者 專門研究台南的王爺 叫做艾莫莉 我跟他一起去做田野 然後我們在廟裡面 我會非常留心 每一次廟會的收支 他們公佈的這個多少錢 用了多少錢用到哪裡去 仔細的要把它抄下來或者拍下來 他在台南已經做了二三十年的研究 他從來不看這一塊 他看到我看這個東西 他覺得很奇怪 他跟我說 You are a Marxist 你是這個馬克思主義者 覺得是經濟決定論 其實不盡難 我是覺得這一部分是很重要的 因為我們要了解 他們這個社會民眾是怎麼生活 為什麼要拿這麼多錢 錢用到哪裡去 他們怎麼去管理運作 這一些廟會經過 是一個很有意思的意思 歷史人類學現在關心的面向很多 他強調了 如果跟原來的歷史學稍微不一樣 就是說 對於民間的文獻 會更加的重視 包括所謂民間文書 除了正式的方字族譜契約 碑科等等 甚至詩人的這些書信 或者是廟留下來的一些帳簿文書 這一類的東西 如果說受到歷史人類學的影響的話 那麼歷史學的研究 它會轉向更強調平民歷史跟平民文化 並不是說精英文化不重要 而是說利用補足這一塊 讓我們能夠更比較深入 和比較更全面的來解 長時段的歷史 尤其是非常重要的是 歷史人類學一定 除了文獻一樣 是非常重要的 歷史學的研究 文獻是最大的根本 不管用什麼方法 不可能完全脫離文獻 所以光是考出歷史 是不能做歷史研究的 基本上還是要參照文獻 那走向田野的歷史學 是其實也只是過去 收集資料的方法之一 如果中國第一個偉大的歷史學家 是司馬遷 司馬遷就是做田園 所以他是中國各地都去跑 去觀察 才記向他所看到的歷史的變化 所以我還是要強調歷史人類學 是一個研究方法跟實講 那是不是有用 或者用處多大 這個運用之妙存乎一心 怎麼這樣說 說到這裡我這邊說個笑話 我上研究所的時候 碩士班博士班都還在修實學方法 我的實學方法 我的老師說 上來學習的課 然後說歷史哪有什麼方法 看你有沒有才氣 歷史觀的才氣很不夠 當然功夫還是很重要 這兩個都不能缺少 好我們接下來回到我們的正題 民間信仰 我在這裡的民間信仰 一個最簡單的定義 是台灣的民間信仰 其實跟中國現在講的民俗 或者俗性 或者民間信仰 其實是差不多的 這是相對於制度性宗教來說的 簡單的說制度性宗教 有比較固定的經典 神職人員 是一個儀式 那民間信仰基本沒有 民間信仰是中國的老傳統 但是他在比較大型的 廟會活動的時候 他需要儀式 主要要借重於傳統道教的儀式 包括正義領寶 正義領寶是有相對程度重疊的 或者呂山 基本上台灣在道教幾乎沒有 我幾乎沒有看到全真 這個部分 因為台灣主要是閩南來的道教傳統 不管是泉州、漳州 基本上還是在正義領寶 那呂山是所謂的 這個法師 一般的紅頭法師 通常這個是會結合的 彼此之間不會呼應排斥 那台灣的民間信仰 基本上是從台灣 從唐山過來的 大家都知道 不是只有台灣稱中國為唐山 其實中國這個詞 在清代的時候 還很少能看到 中國這個概念是中興之國 華夏 中國文化裡面本來有這個概念 但這並很少用中國來指稱 我們現在的所謂中國這塊地方 真正開始用中國是 十九世紀後期、二十世紀初期 真正為了對抗所謂帝國主義 才開始用中國這個概念出來 所以早期稱 大陸這一塊地方呢 都是說唐山 所以 日本長期 華人長期去做生意 叫做唐船 來的船通通叫唐船 一直到清代都還是叫唐船 中國人、華人到世界各地 行程的區域都叫唐仁街 所以台灣人說唐山過台灣 一直到清代都還是說 我當山來 那 武館要請個師父 我們這個強調是唐山師父 就是大陸來的師父 台灣的移民的原鄉 包括漳州、泉州、丁州、曹州跟嘉應州 就是所謂閩南語系跟客家語系 這幾個為止 那當然張權最多 漳州跟泉州 我們知道日本時代做了調查 會說台灣泉州人最多 再來是張州人 其實泉州是一個很籠統的概念 如果以泉州府周邊很清楚 泉州最近的是向禁將 銅安呢 離泉州府很遠 但銅安是歸泉州管 銅安呢 是在九龍江的北邊 他跟漳州靠近 九龍江的兩側其實是同一個文化 跟同一個語系 所以呢 銅安的槍跟泉州的槍 那就差非常遠了 所以同樣叫做泉州槍 就是會是一個搞混的概念 我有一個夏門大學的朋友 他是泉州人 南安人 他來台灣之後 他很納悶 他說 他說 我線上都說 台灣是泉州人最多 可是他來到台灣 聽到的都是張州槍 聽不到什麼泉州槍 我說 因為過去的統計 其實不一定可靠 另外 文化很重要的一點 叫先來後到 尤其語言 先到的人形成俱樂 後面的人來 會受到先到的人影響 台灣是張州人的槍 不是泉州人的槍 鄭成功是最 跟隨他的是最早的移民 鄭成功雖然是南安的 可是跟隨他的主要是 隆溪海城、同安、金門、廈門 這一塊屬於張州文化的 是最早的移民 所以這個移民成為強勢文化 所以台南地區 如果是最早的移民地區 台南地區 留下來的文化 生活習慣、風俗 其實很多是受到 張州、隆溪海城 就現在叫隆海市 還有同安 九龍江留意下雨的影響 這是台灣 所謂台灣文化的最原始的 的集團 這部分過去比較少人注意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重要 為什麼台灣的這個 道士的傳統 張州的力量最強 也因為跟這個有關係 五年信仰呢 從大陸來 一開始不可能 通常不會帶神像 不會帶 不會很上來蓋廟 所以有一個觀念叫做香火 帶著香火帶 香火就代表神秘 一個人移民來台灣 在很艱困的時代 他即使會背一個神像 一定是非常小的 所以你會看到很多廟 有很多古老非常小的神像 那個有可能是大陸帶來的 如果是一個很大的神像 我想說是三百年前祖先帶來 他是絕對不可靠的 然後 那來到台灣之後呢 找一個香火 香火很容易 找一個丸就可以當香火 買香很容易 把原來的香火放進去 所以就開始可以有祭祀行為 祭拜祖先是這樣子 祭拜神明是這樣子 所以就出香火是最重要的 這個明天信仰的象徵 所以有了香火就會開始有祭祀行為 有了香火呢 大家 都快要來拜 那麼誰負責保管這個香火 那個人叫爐祖 所以爐祖這個名詞一直用到今天 在很多明天信仰裡面 非常重要的原因是這樣 當禮沒有廟沒有神 寫一張紙 寶生大地 天上聖 然後放一個香 就可以上牆 開始你的祭祀行為 所以香爐非常重要 香爐代表香火 那因為有了爐祖之後 區域越來越大 要辦祭祀活動需要錢 爐祖一個人忙不過來 大的聚落要分幾個角頭 台湾話說 腳頭的負責人叫做頭家 所以爐祖投家 形成台灣民間線 組織運作裡頭 一個最基本的元素 一直停留到今天 很多地方還在用 那通常開始不會有廟 因為這個魔神活生存活下去 最重要 夠不做已經要行夠不動 要先吃飽 所以不可能就花錢去什麼蓋廟 一定是漸漸有了能力 之後才開始從一個草廟小廟 開始這樣慢慢發展起來 這是民進行一個最基本的形式 然後神明怎麼來呢 通常一開始 威來就有一個宮廟 私人自己帶來的香火 漸漸有錢了 我去雕一個神像 來 在我家 本來是我家自己在拜的 走林一的時候 沒有神明 沒有神像的人 需要拜拜 就來你家 你一般不會拒絕人家來拜拜 拜久了之後 萬一這個神明很靈驗 拜的人當然越來越多 不只本村 林村 其他地方都來 如果你是主人 你當然不升起 就說 來 那我們是不是大家一起 找個地方 有錢的人 捐一塊地 大家出錢來蓋一個廟 然後這個神明本來是我家的 這個時候 就提供給宮家一起來拜 這叫做閩南化 台灣化 叫做惹宮 就是歸宮 那這個神就變成公家道 台灣 各位到台灣很多廟裡去 會發現有一堆神 除了主神之外 陪侍神有一堆 有很多陪侍神是怎麼來的呢 常常就是個人的家神 可能後來他自己不拜了 就放到廟裡去 也有可能是 特別靈驗 很多人要來拜 為了方便大家移到廟裡去 這個也叫做忍宮 也是歸宮 神明歸宮 台灣 在年輕人上 跟傳統中國大陸 還有一個很大的區別 是 過去 即使在漳州全州 的大部分的社區社會 基本上 忠祠跟公廟是並立的 而且忠祠的功能 甚至於大國公廟 各位如果今天去 張州全州做田園 你還會發現 很多儀式是在忠祠進行的 廟是一個輔助 所以忠祠是最重要的 但到了台灣呢 就不一樣 因為台灣基本上很少有忠祠 台灣是個不同地區來的移民 所以 雜姓村為主 這個雜姓村呢 不容易有一個 可以讓大家都去的忠祠 所以 廟變成 因為祭祀是最重要的公共事務 在開墾的初期 公共事務在廟進行 不只是跟信仰有關 後來真正屬於村裡面大小市 都來廟裡解決 所以 台灣的廟的功能 很重要 包括你要發誓 要去斬雞頭 一定要到廟裡 不會在你家自己斬雞頭 就是神明 在上見別 因為這是台灣的社會傳統 廟是最大的公共空間 不只是管祭祀 不只是管信仰 還管平常一般的村裡面的大小市 所以 台灣的移民社會的社會組織運作模式 跟民間信仰 一定會跟大陸本土發生變化 因為它必須再提化 今天我也會講一些例子 讓各位看 台灣這個民間信仰 從大陸移到台灣之後 會發生再提化的情況 今天我們的重點 我其實只講兩個 靜香跟照鏡這兩件事情 這是在民間信仰裡頭 大家可能常常聽到的 也是很核心的 兩個行為 或者是互相關聯的 靜香 我說的都是我自己做研究的心得跟理解 我不引用這個 也可能跟別人的講法相同 也可能不同 靜香的靜 本來應該是右邊靜才對 靜是靜見下對上 靜見皇帝 本來是這個靜才是 由下而上 是一種恭敬的意思 後來變成這個 靜不得靜是 反正積極城市 大家都在用了 靜香發生在兩種情況 第一個 是分靈廟回到主廟 大家都知道 台灣有一些大神廟很靈 所以覺得把廟裡的神明 分靈回到另外一個地方 不管回家 還是回到一個村落 去當變成公共神 這叫分靈 所以分靈廟要定期回去 一方面 為娘家 業主 探親 很重要的一個作用 要回去充電 因為主廟的神明比你強大 你這個分靈的神 覺得最近靈力不夠了 要回去充電 所以要回去靜香 靜香最原始的目的是這樣子 還有一種情況 是我的廟比較小 歷史比較短 我的神明沒有那麼幽靈 大家覺得這個神明沒有那麼靈 有某某些大廟號稱神明很靈 我們也可以去靜香 不一定要有分靈關係 所以大概靜香主要發生在這裡的關係 所以私人的神明也可以去廟裡靜香 公共的神明也去別人的廟靜香 它有各式各樣的情況 那靜香可能是業主 像分靈廟那就是業主 可是如果你不是分靈廟就不叫業主 那你主要是去做什麼呢 去過火 靜香很重要的一個儀式性的行為 就是要分割香灰 怎麼樣證明 我能夠吸收到主廟或者大廟 或者偉大的神的靈力呢 要從大廟或者主廟的香股裡面的香灰 挖一點 放到我們自己的香股帶回來 所以靜香的標準的儀式裡面一定會有一個香蛋 裡面放著你原來你自己廟的香乳 到了那裡經過一些儀式 然後最後一定要有一個把那個香灰放到你的這個香乳 然後帶回來的這樣的儀式 這樣的儀式最常看到的在哪裡 北港朝天宮 到今天為止 北港朝天宮媽祖近鄉 還是全台灣規模最大的媽祖近鄉 這樣的儀式 尤其在前一陣子媽祖 生日聖誕之前 等那一段時間 每天有非常多的人 這個靜香團來 台灣靜香團最多當然不是北港 最多的是南昆聖戴天佛 拜文藝的廟 是以靜香團的數量來受 那這樣的儀式大概是在靜香 不管你是不是主廟 大概不是主廟 那有的只是去過火 就是把神像經過那個大廟主廟的香谷上面的火 過了就好 過爐 所以這叫過火或者叫過爐 那就不一定叫業主 另外各位會看到晴火、晴水等等 還有很多更細緻的分法 晴火本來意思是還是請香火 是請神 那有一些神明 祂可能不願意到別人的廟去 祂會到海邊、到山上去做一個儀式 就是直接叫做情火燃香火 然後讓這個神明跟 你可以把它想像 跟這個神的主基地 或者跟天上的神相連接 用這樣的儀式性的行為去表示 就是我們的神明不斷地在 這個叫做 培訓自己 訓練自己 鍛鍊自己 請水 有的跟請神之類的 有些地方請神也叫請水 但大部分的地方請水 是請一種特殊的神 就是五營兵駕 每個廟都有正常的、正規的 我說的是標準的廟 神明管轄是一個神聖空間 就跟一個國家一樣有疆土 要有軍隊保護 所以任何正常的公廟、公共的廟 他會在他管轄的地域範圍 就是他的聚落、村落的範圍 要設立五個營頭 在中北部現在比較少看到 南部的地方還很多 可如果去澎湖金門 那更多更是普遍 甚至有些人家在家裡前後左右總也設置五營 所以五營的意思是天兵天將 在幫忙防守我們這個地獄 防止這個邪魔惡煞入侵 國家的軍隊會退伍 會討兵、會生病、會減少 神兵天將也會有這個問題 所以要補充兵員 那補充兵員最普通的 最常見的叫做清水 到水邊去 怎麼清呢? 清水中的烏魂野鬼 然後把這些 他本來是鬼 民間信仰的一個重要的概念就是 鬼經由神明的統律、教化 可以讓他很快升華成為聖 兵主也是神兵 天將神兵也是神類 可他原來是鬼 為什麼要到水邊去? 就是因為水裡最多冤死鬼 一方面把他請來增加我們的兵力 二方面減少他在一間遺憾 所以常常會有清水這樣的儀式 在台灣南部 大概每個禮拜 每個地方 都可以見到這樣的儀式 好 禁鄉跟繞禁有什麼關係呢? 我現在說的都是標準模式 不一定 大家都按照這個模式再進行 禁鄉的目的 剛剛說了 是要讓我們自己的神明 增加法律、增加靈力 那 禁鄉完之後 吸收到了這個 大廟主廟的靈力之後 一定要趕快回家 回到我們原來自己的聚落 然後進行道歉 把這個神明的力量 散佈在我們的區域之內 給所有的民眾能夠同瞻靈力 所以邏輯是這樣子 所以正常的情況 禁鄉本來要繞境 繞自己的境 台灣的大部分的繞境 也不一定跟禁鄉有關 最多的繞境來自建教 建教是另外一個儀式 建教簡單的說 是一個大型的祭典 建教的邏輯很簡單 不管你是哪一種形式的教點 會請各種天上的神下來 當然最普遍的就是王爺神 叫做代田群獸 神明都來這個地方 我們趁這個機會要去繞境 把我們這個區域裡頭的 不乾不淨 這個邪魔 鬼怪趁這個機會把它帶走或者驅除掉 所以繞境的目的 就是所謂行謀 遊神的目的就是要驅除 這個災疫災難 所以它只有一個目的 叫狼災祈福 通常建教發進行的 這個繞境的規模會更大 通常不只繞自己的境 還會有交平境 附近的境 有各式各樣的繞境模式 我們對這個模式非常多種 媽祖去禁鄉或者媽祖出巡 繞境也有好幾種不同的模式 好 我們因為 這個 禁鄉最有名的就是大甲媽祖禁鄉 這是媒體的功勞 臺灣呢 會去 臺灣有幾個禁鄉中心 松柏陵壽天公是選天上帝 很多選天上帝 拜選天上帝的為前來 北港朝天公 是馬祖最大宗的經營中心 馬明山正安公 是拜所謂五年千歲 五年千歲就是王爺 其實是十二溫王系統的王 因為他們每隔四年 第五年會有一個大的祭典 所以呢 這個雲林 第七的人呢 算出不太好 四年就說成五年 每隔四年的第五年 開始要辦一個教典 就是其實是每隔四年一次 但是他們就說 五年 五年到 然後要辦一個大教典 要去請千歲人 回來自己的村里 拜一兩天再送回去 所以 統稱為五年千歲 這個主要是在 雲林家裡還有部分彰化 這一小塊 會去五年千歲 會去馬明山正安公 或者請神 那這個地區的 正安公五年千歲的請神 還有一個特色 他會跟北港朝天公 跟朴子佩天公的媽祖重疊 請王爺呢 同時也請媽祖一起來 所以那陣子 五年千歲的大祭典到了 的時候 北港朝天公的媽祖也非常忙 一天到晚要出去 另外 最大的一個禁香中心 是蘭昆森 戴天公 他失敗五五千歲 是王爺這樣的神秘 另外 過去很重要的一個 台南大天公公 是另一個媽祖的禁香中心 但是 已經沒落很久了 從大概日本時代 就漸漸不行 他本來因為大天公公地位很高 就是因為 自視甚高 高高在上 不善於經營 所以後來 禁香的人越來越少 藍色的這三個 禁香中心 現在都是 國家級的 叫做 文化部 登陸的 重要民宿 就是國家級的民宿 林三聖南公 上個星期剛剛通過 是最新的一個 那 正南公的媽祖 繞境之所以 媽祖禁香 之所以有名 這是一個 這歷史的發展 有時候有很多 偶然的因素湊在一起 正南公本來的 媽祖廟 歷史也很久 大概最晚 大概清在 雍正乾隆期間 至少就確定已經有 但是他並不是一個很大的廟 項目不是很甚 所以聽說 這是他們自己的說法 過去在清朝的時候 他們每隔十二年 會到梅州 去禁香 大家都知道 媽祖的最早的發言地是 福建圖田的梅州 梅州島 台灣自從開始 這個媽祖禁香的現象 越來越多之後 大家都開始說 我們的媽祖是從梅州來的 我個人的判斷 台灣真正從梅州直接分離 迎接到台灣來祭拜的 文獻上沒有 傳說中可靠的 我的判斷 大概只有朝天宮的可能性比較 北港朝天宮的可能性比較大 因為他叫朝天宮 朝天宮就是用梅州朝天宮的名字 那他因為康熙年間就設立 而且他們的譜系很清楚 那個樹壁和尚 因為台灣過去的媽祖廟跟大陸一樣 前殿拜媽祖 後殿拜觀音 主持廟的儀式的主要是和尚 這個是古老的傳統 現在只剩下 朝天宮還有這個 還維持著有和尚在幫忙做儀式 這個和尚也不一定是朝天宮自己的和尚 他可能是其他佛式的和尚 來兼差來辦 台南大天皇宮過去 一樣很長期都有和尚 在做這個儀式 這是一個 這個不是台灣的發明 這在中國大陸就這樣子 明代以後就有這個現象 佛道策略聯盟共同經營 這南宮原來的 去別觀草天宮 禁鄉很簡單 因為人家大廟我們小廟 他們之間 不見得有什麼分靈關係 至少文獻上 或者傳說上沒有這個傳統 但是人家是大廟 我們是小廟 所以去禁鄉 這個歷史很久 至少可以考定的 至少從口術的傳統 看他們在戰後出去 光復出去 去北港淨鄉 還是可能只有少數幾個人 抱著神像 就自己去了 當然 他的特色就是走路 為了表示他的前程 他什麼時候開始被注意呢 其實是 19 應該是1967年 還是1967年 黃春明 第一次跟漢成早事 配合 幫正南宮 徒步去北港進鄉 做了一個紀錄片 那個是有關台灣進鄉的第一部紀錄片 所以開始被發現被重視了 然後 就漸漸的 越來越多人注意 開始參加 那到了1979年 這是現在可以查得到的文獻 廟裡自己記載的 他們進鄉路線經過 只經過三十七座廟 因為當中要停留休息 這個補充食物飲水 所以最早就是這樣子 1987年是最後一次去北港進鄉 這個故事應該大家基本上都知道 1987年是一個重要的年代 因為那一年戒嚴 他們去北港進鄉之後 他們發現 可以去梅州 檢元之後 所以正南宮是全台灣第一個去梅州進鄉 這叫做善與精英 這個廣廟的人有頭腦 所以為了加強他的正統性 所以他們在1987年北港進鄉完之後 那個時候兩岸還沒有直到 不能通 所以他們先跑到日本 從日本到梅州 去請了一尊梅州的媽祖回來 所以就驗名正聲 說我是梅州正統 然後 因為那個時候 一般民間 大家隨便說說隨便寫寫 媒體都會說 鄭南宮會來北港草天宮 敬祥因為鄭南宮 是草天宮的分林廟 他的媽祖是從那邊分來的 這個正南宮現在已經很老大 我又從梅州分了媽祖 這個分林媽祖回來 所以他要求草天宮 你們替我們澄清 我們絕對不是你的分林廟 草天宮呢 說這個問題又不是我說的 又不是我去說你是我的分林廟 為什麼我要去幫你澄清 所以草天宮就不處理 鄭南宮很生氣 所以隔一年就不再去草天宮進鄉 所以1988就改到新港奉天宮 所以不叫進鄉了 所以叫做會鄉 一直到今天 從那個之後呢 越晚越大 所以 從1988到現在 過了 30年 從 本來1988年 剛開始去新港的時候 來回是經過51個廟 就是會停的點 到了2013年 大概會停住的點 115個點 有的不一定是廟 像比如說他現在每年會經過台中明道大學 那也算是一個點 停住的點 雖然停住可能只有10分鐘 20分鐘就要離開 但是他有停下來 這樣的點呢 今年呢 2019年呢 已經增加到188個 這個 成長速度驚人 所以呢 每天都在趕路 而且媽祖通常是夜行軍 晚上不睡覺 他的休息 當然白天到某個廟 可能休息兩個小時 但晚上通常是不休息 就是一直趕路 為什麼 因為四五月的時候 台灣中南部天氣已經很熱 那個白天趕路 更受不了 所以通常在夜前趕路 這是他的傳統 增加這麼多廟 有什麼意義呢 說穿了 當然他有兩個意義 受到馬祖 神安沐浴的 靈力保佑的 越來越多 第二個 更重要的意義 是正南宮的香火牽 越來越多 正南宮的這個 靜香繞境 他現在叫做 繞境靜香 什麼意思呢 本來剛剛說了 繞境的 原始的邏輯是 我們靜香之後 取到了香火 快速回去 不要耽擱 不要耽擱 因為怕我們的這個 香火或者神明的靈力在中途 不要被什麼邪魔 這個 傾訴 侵犯 減低了 這個 靜香的 神明的 這個靈力 所以要趕快回去 那回到原來的 自己的 村落 才會開始造勤 正南宮現在 去北桿靜香的 邏輯已經變成是 馬祖出訓 現在馬祖不是去靜香 馬祖是出訓 出來呢 就是要來照耀 要來照顧 要來讓所有的 信徒 民眾 能夠同瞻 馬祖的這個 靈力 所以他到經過的村莊 會稍微進去小 清庭 應該說 清庭沿水寺的 一兩個小街道 稍微走一下 就叫做繞境 然後再繼續趕快 所以呢 那個範圍 廟越來越多 這個 停留時間越來越長 所以 路非常趕 所以從現在 從過去的 八天七夜 後來就變成 九天八夜 回到最後一天 還是都非常晚 各位如果有去看過 參加過 北港 大甲馬祖進鄉 一個很大的特色就是 進鄉隊 只有一頂神教 就馬祖的神教 前面有幾個儀仗隊 或者簡單的 那不叫正頭 就是一般的儀仗隊的這個團 跟在前後這樣 前進 然後呢 先頭部隊是什麼呢 是智南宮的一部相行車 上面載著他們的工作人員 下一個廟 比如說要到正大這個點 在馬祖們來之前 至少半個小時 那一部車一定先到 車上的 智南宮的工作人員 下來 桌子擺開 收據拿出來 來 開始 他們開始收錢 大家就要捐給這個媽祖的錢 所以廟越多 他當然收的郵箱錢越多 我曾經跟那個 正南宮的 大甲正南宮的朋友說 我覺得這個不太好 你們的正南宮已經這麼有錢 如果你在這個 到了人家的廟去 雖然是信眾要捐給媽祖 那你 至少 通常這些地方的廟都小廟 你捐來的錢 現在幾個至少 分一半給當地的廟 沒有 他們是全都收走的 這個是為什麼從 不過五六年之間 從一百一十五個點 增加到一百八十八個點 還會不會繼續增加 我不知道 所以我說這是一門好生意 那現在的大甲安邦主進鄉 是情情色色 他會號稱有幾十萬人參加 我曾經跟大甲的朋友說 你們有沒有統計 信徒工作人員不算 真正屬於信徒 不管是大甲地區的信徒 這來自全台灣各地的信徒 從頭走到尾 真的徒步 來還願也好 來為了什麼原因 要來表示你的信仰虔誠也好 走到尾的 有沒有兩百人 沒有人達得上百 這個很難統計 為什麼呢 除非你每個站 像黃馬拉松一樣 都蓋上 最後證明你都到了 所以大部分是一日遊的 兩日遊的 非常多 但我覺得 現在大甲媽祖進鄉 最令人感動的是 沿途的民眾的那種 服務奉獻 跟情誠的心 要讓所有這一些 鄉客也好 一日遊的 旅客也好 或者真正的信徒也好 沿途吃的 喝的都有人照料 而且我覺得有一個現象 是現在很多人去參加這樣的活動 他的宗教跟文化意識不大 而是流行 敢流行的人很多 總是覺得這是一個很潮的活動 大甲媽祖進鄉 尤其我認為最不可取的一個現象 就是媽祖要出發起教的時候 所謂的政治人物 通常要去服教服浪一下 這個是非常無聊 而且非常跟宗教信仰 跟文化一點關係都沒有 正規的台灣很多好的神明 出尋遭境都沒有這樣的現象 唯一只有大家有 那當然是跟過去 林青苗開始當董事長 然後他的名義代表的身份 是有關係的 另外還有一個不好的現象 是 大家都要去摸神家 其實摸神家 只是想要摸媽祖 這個是性騷擾 因為其他地方 一般人對 如果一個虔誠的信徒 對神明 對神教 對這種神聖的東西 是以比較恭敬的態度來對待 而不是這種 這個是非常功利的 就是好像我摸到了神教 甚至於馬祖神家出來了 說我周圍的人都很想去摸一下 這個是一個不太正常的現象 但是最主要是正能工 放任這樣的方式在進行 這個是今年度 他們所有經過的路徑 這網路上都有資料 來回 北港在靠近海邊的地方 他以前在北港近鄉 現在因為要去新港 不去北港 所以就刻意從土庫 就直接過去 就靠近比較內陸的地帶 好 跟靜鄉有關的一個 剛說的台灣最大的靜鄉中心 就是每年有最多靜鄉團來的廟 是南昆森的代田府 這個南昆森的森 這個森才是對的 標題的 但是我們現在因為都是已經寫成 把這個森加了一個音 這個是不知道什麼時候發明的 舊的文獻的森 都是身體的森 昆森是什麼意思呢 昆是一種魚 昆森是一個沙洲地形 那個沙洲呢 像一個魚的身體 所以昆森是用這個森才是對的 舊文獻都是寫那個森 他大概也 日本時代或者是 戰後日本時代結束之後 才漸漸地跑出那個森旁邊的鱗 那現在呢 包括南昆森自己 都寫成南昆森廟 那個有個魚的森 南昆森廟的歷史很久 那他拜的是五虎千歲 就是禮池無租犯 叫做五個王爺的神 據說他們的這個神 從來兩年是有一年在海邊 撿到一艘 放流的王船 王船上有五個神像 這個傳說是有可能的 就是這個清代的時候 泉州 張州 那個地方 會有 尤其泉州 會有 放流王船的習俗 這個過去文件有記載 那傳說中 他們撿到這樣的傳 所以 就把神像拿來拜 因為很靈驗 所以越來 香火越來越旺 那目前看到的廟是1923年 蓋的 是相當精緻的 就是 就建築藝術來說 是很有價值 所以他是國定古籍 據他們自己的統計 大概他們 南昆森的分林廟 也是全台灣最多的 他說有兩萬家 這可不可靠 我們不知道 但總之呢 數以萬計 絕無問題 一般 因為 朝天宮 北港朝天宮的那個統計 我不清楚 南昆森廟的 這個來淨香的淨香團的數量 其實這幾年 有減少的趨勢 有很明顯的減少的趨勢 但還是最多的 他每年大概還有接近一萬個淨香團會來 因為他有五個神 很多 等於 像北港媽祖就一個媽祖 那他有五個神 很多分林廟只分其中一個神 這些分林廟 雖然說有兩萬家 當然不會都來 有的人是隔幾年才回來 那台灣現在的淨香還有一個現象 不要誤會 來這個廟淨香的 不一定是拜這個神的 因為現在呢 阿公阿嬤常常出遊 所以呢 去某個廟淨香 同時會去如今很多廟 所以 比如說 松柏嶺的選天上帝 壽天公 為什麼這幾年的淨香團越來越多 因為地利這邊 很多中部跟北部的淨香團 當然難不說回來 要休息 順便去松柏嶺 壽天公 拜一下賢天上帝 所以他的淨香團也越來越多 是跟這個有關係的 並不是跟什麼分林廟有關 這是一個時代趨勢的變化 楊坤森的這個淨香呢 大家如果有機會可以去看 第一個他的特色是 因為他來淨香的人太多 團體太多 所以在他的淨香期 就是五個王爺的生日的時候 淨香團最多的時候 他要怎麼控制讓那個流程 要非常流暢 他們有一套 他們那廟裡面 那個淨香起震望的時候 那個義工 是幾百人在那邊工作 做服務 那個 那個義工的 的那個 本領 他蓋慈濟功德會才能跟他們比 那個把一個非常複雜的這個 過程做得非常流暢 神像來一個一個都要登起 而且不能弄錯 而且不只神像 還有法器 因為很多金像人來 還帶著陣頭 反正他們有一套辦法 時間的關係我們在這裡不必介紹 值得去看 南關山的淨香是因為 很多淨香團會帶著陣頭來 南關山的廟城非常大 全台灣最大的廟城 所以呢 十團 淨香團來 十個陣頭 同時表演都沒有問題 所以呢 陣頭來了 會表演 所以你要看台灣各式各樣的陣頭表演 那裡是一個 就是說各式各樣不一樣的 什麼發樣都有的 要去南關山才看得到 北港淨香呢 比較沒有那麼多陣頭 就是有也沒有辦法給你表演 因為他的空間太小 這是受限於地理條件 這是早年南關山淨香 南關山是一個非常偏僻的地方 所以坐流車搭船 然後那個時候還沒有橋 要過集水溪 要過那個余溫地 所以要搭竹橋 夏天的時候 那邊都是沙 那時候不像現在都鋪了水 你現在開車 以前走路 所以他要在沙地上面 搭竹橋讓大家走 為什麼 因為以前窮人 沒有鞋子穿打赤腳 那個沙燙到你沒辦法走 所以要搭竹橋 右邊那個 這個是昭和 1933年的一張照片 就陣頭 在南關山廟來 來靜香在那邊表演的情況 很多人來打赤腳 戴斗粒 這是南關山的建築群 大概也是全台灣最大的 所以他們又靠海邊 所以他們除了靜香起之外 其實非常冷清啊 廟那麼大 但是沒有今天來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這個廟好像很清 所以他們一直希望能夠拓展觀光 在不是靜香起的時候 能夠有人到北門來玩 順便來南關山 所以他們很努力的想要蓋博物館 等等 然後蓋很好的香客大樓 其實是旅館 收錢的 又何方那個 康檔山莊 山莊 那是不錯的旅館 整個環境弄得還不錯 這個是大概靜香的幾個圖片 最新式的靜香車 這一定是 它一部大小車 這個是掀開的 掀背式的 從側邊 跑車型 車蓋擋開 下來就關起來了 神明神教 所有的道具通通在裡面 所以開到這裡 非常方便 台灣人非常有創意 這個魯叫做五王魯 就是所有來靜香的 因為來靜香的 不一定是分靈廟 也不一定是拜王爺 什麼其他的神都可以來 那他們來一定 有一個必須要的工作 一個是 如果是分靈廟 會要求把香菲 挖一點到我帶來的香菲 如果不是分靈廟 也不一定要你的香菲 至少要過魯 這就是過魯 神像經過五王爐 當然有時候出去了 那個天公爐 他們還是會過 最重要的是五王爐 這個五王爐 是一個瓷器做的爐 是一個很古老的爐 什麼時候的爐 不知道 總之有這個廟就有了 所以這個五王爐最重要的 這個一般人 都不能隨便來這裡擦香 每天這個廟內 保持這裡有香火 然後這個 這個五王爐的香 香灰 太多了 他也會拿下一點來 然後用那個金子把它包起來 變成小包小包的 你可以起香灰回去 保平安 這是最神聖的一個聖物 就是他的香母 有一個小廟叫做山珠王爐 在嘉義東石的 東石鄉的溫港這個地區 這個山珠王爐 原來是一個詩人壇 現在變成一個角頭廟 那主要是 姓陳跟姓蔡兩個家族在拜 簡單的說 就是過去曾經有一年地區 又傳染病 就所謂瘟疫 不管是積溫 朱溫 什麼溫 不一定是人 那就是一直沒有辦法 後來來南昆森 請了朱虎千歲 朱虎千歲裡面的第三位分靈的 所以叫山珠王 南昆森的神明是 最古老的有五個 這叫開姬 的五王 然後每一個開姬 每一個王下面又有 比如說第一代雕刻的 最古老的分靈 那個總共加起來 三五十五 再加虎爺太子爺 還有一個觀音 這是算第二代 加起來總共十八尊 這十八尊算第二代神明 五王一般是不輕易 人家請回去的 這十八尊算 已經算是可以請出去的 最古老的 所以 價錢最高 要請回去是有分等級的 神明要分等級 所以他們的山珠王 就是十八尊裡面其中的 一尊 朱虎千歲 他們就某年來請了回去 然後把這個問題解決了 從此拜山珠王 非常簡單 每年正月 好像初七 就是過完年不久 他們會來禁鄉 一次來呢 一兩千人 這個就是 左邊這個就是 他們全部來禁鄉的時候 在祭拜的情況 最特別的是 這個山珠王壇 每年來 禁鄉的時候 順同時 會在南昆森這裡 添香香火前 不是以山珠王壇 的廟的名義 而是山珠王壇的信徒 大家來 你要 要捐獻給這個 山珠王 南昆森的 朱虎千歲多少錢 馬上 建廠 就拿錢出來 各位看到右邊這個 就是當場 幾乎要用點超級來算 最近這幾年 每年 來禁鄉 當場捐的錢 都超過兩百萬 光數超漂亮的數好久 這是最特別的一個 而且這個已經很多年了 接下來 我們介紹的就不是 不完全是禁鄉 但跟禁鄉 跟禁鄉 有關的 是山珠王壇 西港壹象 兩年前 因為我以前替西港 慶安宮做過一次 紀錄 包括文字跟影片 所以 這是 臺師所 鄭永遠臺師所出的書 我帶來一本來 送給禁鄙喜好 禁鄙喜好 好像還有資料 有資料室 現場的關中產品 可以 這個書的最大的特色是 裡面有四片DVD 這個書應該林慶智老師有 這是我們對西港 塞鋼南瓜園 這個民俗的一個 所做的一個比較深入的記錄 其中有一個 一部分沒有記錄到就是 他的王府 可以 在去年的時候 這個是2005年 2015年做的 那去年2018年呢 我們針對王府過去沒有這 又重新做了一個紀錄片 最近大概5月17號 要正式出版 不是我們出的 是廟裡出的 我們替他們做 拍了一個紀錄片 順便他們自己整理了一點文字 做成一本 一百頁的小書 再介紹這個王府 青山宮的王府 可以 西港 西港的異鄉 台灣話叫做塞鋼 塞鋼啊 因為西港本來是一個小地方 塞鋼啊 塞鋼啊 大家知道路邊有賣掛鋼 如果他寫這個 藝就有絕問了 很多人就寫什麼 歌鋼 其實要寫藝鋼 才對 有人還是會寫藝鋼 這個就是 歌 藝香就是歌香 什麼是歌香 分歌香火 所以 其實就分歌香火就是來淨香 那 這個 他現在也變成是一個 每三年 辦一次的 有淨香 但淨香不是最重要的 重點是王教 王爺教 就淨教 簡單的說 叫燒王傳 大家知道的 跟燒王傳有關的一個儀式 他每三年 舉行一次 因為他原來 最早的神是 就是城隍跟中壇元帥 所以 他們以前 有時候偶爾 會到府城隍廟 當時 台灣最高的城隍 地位最高 就是台灣府 就台南市區的那個 台灣府的府城隍 會去那裡淨香 但是 不定期的 那另外 因為他們後來主神 變成從 鹿耳門天樂宮 分領來的媽祖 所以他們有時候也要去 錄爾門天樂宮 靜香 所以 那靜香 業主呢 在什麼時候辦呢 在他們每三年 辦建教的時候 一起辦 所以同時有靜香 同時有建教 所以這個是一個 所謂相教 合一的一個 祭典 那這個祭典 我常常跟 朋友說 以我的觀點 台灣 最值得看的一個廟會 就是錫耕地鄉 因為他的規模 大 內容豐富 傳承久遠 台灣沒有任了一個地區的廟會 像他 傳承的兩百三十四年 每三年辦一次 中間沒有中斷過 儀式沒有中斷過 這個是非常非常難的 當然一定也有一些變化 可是基本的架構 或是沒有改變 當然他中間也有一個改變 比如說他剛開始只是 請神遶境 並沒有 王教並沒有燒王船 燒王船是在1847年 才開始 建王船 就是完整的王教 是1847 好就算從1847算起 到現在也已經 一百七十幾年了 而且每三年就一次 就沒有中斷過 最重要的是說 他保留很多完整的 民間信仰裡頭的 包括跟道教結合的儀式 包括我剛剛說的 他的王府刻意 他的廟會有三大部分 第一個是王府刻意 就是把神請來之後 在這個地方停留五六天 這五六天呢 王也來這裡辦公 怎麼去表現 王也到了人間 他來這裡 市場 來這裡辦事 這整個過程 這個 儀鬼 我們稱為王府刻意 這個是從清代 就開始做到今天 基本上沒有中斷 第二個就是屬於道他 的儀鬼這一部分 就是因為你有王教 要請道士 來做五朝王教 就是要做五天的法事 這個 因為道坦本身 每個地方的五朝王教 都內隆大同小異 那這個所以他不是我們要記錄的重心 第三個就是神明跟陣頭遶境 他的遶境也是很特別的 就是他遶境其實前後有四天 如果加叫做南巡 其實有五天 但其中的是四天 這四天 同時在進行王府的刻意 同時在進行道坦的這一些法事 同時在做神明遶境 這三個部分是同時在進行的 在同時那幾天 所以一般人不可能三個都看到 而且王府一般人是不能進去的 他是封閉性的 那當然最後高朝就是少王船 從1874到2018 醜成未虛三年一科 所以他們都叫做香科 為什麼會用科這個字呢 這個科 是科舉的科 因為醜成未虛 這四個年份 是過去清代考科舉 大比之年考進士的那一年 就是在醜成未虛 剛好跟他們迎生遶境 是重疊的 所以他們就比照 所以用科這個字 所以他們叫做香科年 所以他們會說 比如說去年叫做悟虛科 本來是悟虛科進士 他們現在也是悟虛科王教 所以用什麼科變成 後來很多人都模仿學習說 這個到處的廟 現在還有很多廟都在用 這是他建教時候的一個樣子 這去年悟虛科 他的這個地方原來 這叫做雅門 整個王府 然後佈置一個王府 這個平常 這兩根旗竿 跟這些平常是沒有的 這裡寫著行臺 就是王爺來這裡辦公六天 臨時他的行公的意思 所以這個時候叫門禁神言 一般人不能隨便進出 他有三個門 另外還有比照這個官府 有東元門西元門 前面本來應該有 要個照臂沒有 但是他要立登高 因為建教要立登高 這個是王府 在行禮的一個畫面 這是道士帶領主會 還有王府裡面工作人員 這個王爺來了 因為他是帶天尋獸 帶天尋獸的概念 因為今天沒有時間 我沒有辦法多說 這是明代以後 真正朝廷的一個制度 簡單的說 派遣官員到地方 代表皇帝去行事 所以我們的戲劇常常會有 尋案大人 這個尋案就是指 帶天尋獸 代表天子到地方去行事 去視察 現在的王爺是代表 御皇上帝 從天上來的地方尋獸 他是抄襲制 過去明代以來 開始有的 帶天尋獸制度 政治觀之 也是用帶天尋獸 這是個字 那這個 他有一整套的儀式 非常嚴謹 大概全台灣最嚴謹的 這個想像 有一個諸侯王籍的 代表皇帝 代表天子 來這個地方視察 那麼我們要進行什麼儀式 是用這樣的概念去 鋪排這些儀式 所以每天要有三朝 找五王 要敬見王爺 因為王爺代表皇帝 所以 官員 地方的頭人 神明 要來敬見他 所以道士 三朝都要來做一些儀式 那麼最後一天呢 會有一個儀式叫燕王 這個王爺要回去了 來視察王必要回去 最後一天要聖宴款待他 那一天叫做宴王 那個現在全台灣大概只有 慶安宮的宴王 這是王府可依裡面的一部份 還保留這個儀式 就是 奠絕 就獻酒之後 那個酒呢 要倒在 這一束青茅上面 這是一個古禮 周禮上面 就有這樣的記載 記事共消茅 那意思就是說 過去 過去 古代 釀酒技術不是那麼好 所以 酒呢 裡面會很多渣 各位只有喝過小米酒 就知道 原住民釀的小米酒 常常都有很多沉澱 以前的釀酒技術不好 就是這樣子 所以呢 要給神喝呢 為了表示公頃 要濾過濾過 所以要用青茅 把這個渣濾掉 所以這個意思 就是給神喝 要先過濾 所以要找一束青茅 把酒倒到上面去 這個 周禮天官電視篇 這個記載的是大概 兩千七百年前的儀式 中國大陸大概找不到 台灣就是慶安宮的王府柯以暴流 這樣的儀式 他們 清代的 讀書的人 這是讀過書的 從古書裡面找出來 把這個規矩寫下來 教他們這樣做 一直傳到今天 這個是高雄 潔定金融宮 在宋王 的場面 非常盛大 這個大概全台灣 宋王 那個 觀眾最多的 因為他在海邊 潔定在海邊 所以那個規矩 會非常盛大 這艘船等一下就燒掉了 這艘船造價三百萬 一把壺就燒掉了 而且做工極其精美 跟真船一模一樣 是木頭造的船 我們等一下再給各位 看一點影片 好 廟會真正 製作看的地方 是繞鏡跟鎮頭 可惜呢 台灣大概現在嘉義以北 的廟會都很少鎮頭可以看 以前也是有的 後來 沒落消失了 現在大概要看 就是要到台南跟高雄這一帶 是比較保留的 尤其是台南 台南是最古老的城市 也保留最多最古老的民宿 剛剛說了 繞鏡 一種是進香回來繞鏡 請神 請火請水回來要繞鏡 最普遍的尤其是 建教的時候要繞鏡 因為建教的時候 天上的神來得最多 趁這個機會趕快幫忙 大掃出 把地方的不好的東西通通清除掉 的邏輯 那鎮頭呢 就是在這個 繞鏡的時候 在相鎮 相鎮 各種各式各樣的隊伍裡面 他鎮頭有兩個目的 一個 他如果是宗教儀式性的 他是保護神明 保護神教 所以他為什麼要有武術武力 因為他基本上是一種 這個 一個 敬衛軍的性質 另外呢 為了 增加熱鬧區分 所以 要有 娛樂性的表演團體 所以呢 這個鎮頭 有宗教儀式 有歌舞響戲 有音樂演奏 有雜技表演等等 那 如果依他的光能 只有兩種 一個就是宗教儀式的鎮血楚煞 另外一種就是 歡樂熱鬧 大概主要這兩種 如果依他怎麼組成 就有莊頭鎮跟職業鎮 現在莊頭鎮 莊頭鎮就是地區 村莊的民眾自己組織 為了廟會臨時組織 然後 進行表演 西港異鄉的特色就是 他有很多上百年 甚至 將近兩百年的鎮頭 一直維繫到今天 所以你還可以看到很多 古代的這個表演的形式 現在很多廟 因為人口外流 沒有辦法 有錢沒有人 所以就花錢 請職業鎮 來表演 所以職業鎮也非常多 是一個新興行業 尤其在台灣南部 職業鎮也非常多 因為好的職業鎮 大家也爭相聘請 另外可以增加熱鬧氣氛 廣義的鎮頭 加上義鎮 一般稱為義鎮 所以有時候常常看到義鎮 義鎮就是 義鎮就是花車有心 現在義鎮保留最多的就是 北港草電工每年 農曆十八十九的遶境 他的義鎮還有幾十步之多 義鎮就是花車 有一種義鎮是最有代表性的 叫做武功鎮 這是從閩南地區傳過來的台灣 來台灣之後 變成武功鎮 他原來在原鄉 是一個熱鬧鎮頭 到了台灣 漸漸的變成宗教育實行鎮頭 這就是我剛剛說的在地化 他為什麼在地化 背後當然跟民眾心理需求 有關係 也因為台灣的這個特殊的環境 尤其是在曾文系流域最發達 是跟當地的天災多 有關係尤其水災多 然後文藝多 有關係 所以大家寄望於神靈的力量 來驅除這些災害 所以就把武功 本來只是一個 花車遊行 變成是一個神明的載體 而且給他改了一個名字 叫百祖真人 原來在明代以後 敏南就有這個 武功鎮的這個 記載 很清楚 他其實原來正規名稱 通常應該叫龍鎮 或者龍鳳鎮 因為他用龍鎮做鎮 你也可以說他是龍鎮的變體 只是他的 因為很多人要扛 很像蜈蚣在走 所以也被簡稱成蜈蚣鎮 就是我們現在如果去大陸 下門那一帶 我們都還可以看到 武功鎮 他到今天還是一個熱鬧陣 他沒有任何宗教儀式的意義 所以他還是以龍頭 龍尾 而且龍頭奉尾 那上面的小朋友做了 上面會做 布置漂亮的 這個閣樓 小庭閣樓 金門呢 因為他原來是同安的一部分 金門的武功到今天 也還是維持在一個 的階段 他不是 他沒有神靈化 所以他還是龍頭 甚至還有這個 有一個龍珠在細索他 台灣 現在唯一的一個 武功鎮 還保留龍頭 只有學甲慈濟公 學甲慈濟公是一個老廟 是拜保生大帝的一個最古老的廟 所以他原來叫龍鳳鎮 現在也叫武功鎮 他保留原來的 因為從明南傳來 應該是龍頭 他叫龍鳳鎮 因為他是鳳鎮 可是後來因為附近的 別人的武功 都變成神了 他們如果不變成神 就被比下去 所以他們也變成神 就開始用宗教儀式 所以這個頭 每一次結束的時候 要共起來 那他的特色是 到今天為止 他每四年 他每年出現 因為上白教就要來 就要出陣 他是用人力砍的 有三十六個小朋友坐在上面 十八節 這是西港的武功鎮 已經是改用輪子推了 而且他就做一個武功鎮 因為他們已經把他神靈化 為什麼 原來是武功鎮 要變武功鎮 而且要變成百俗真人 變成是一個有神的意味的人 因為 曾文系流域常常發生水災 當地台南曾文系流域 那一代的人就說 為什麼水災這麼多呢 因為這個曾文系 是一條蛇 是一條蛇精 蛇在作怪 那蛇精呢 要誰才能克他呢 蜈蚣是蛇的克行 蜈蚣那麼小 蛇那麼大 蜈蚣為什麼能夠克蛇呢 因為傳說中 蜈蚣會爬到蛇的頭部 吃他的腦 所以蛇就死掉了 所以蜈蚣雖然小 但是很克蛇 這個是中國傳統的 淮南詞上面就有這個記載 因為蜈蚣克蛇 蜈蚣也有克星 誰是蜈蚣的克星呢 雞是蜈蚣的克星 因為雞會去吃蜈蚣 所以蜈蚣上面的小朋友 不可以屬雞 生肖不能有雞 這不是開玩笑 他們是真的奉行不育 這是蜈蚣在遊行的時候 非常漂亮 他在鄉間遊動的時候 是非常漂亮 還有蜈蚣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儀式 就是到哪一個廟 這個廟的空間如果夠 他要繞山圈 當地的話叫做捆廟 就把他捆起來一樣 像繩子捆起來 這是一個捷徑的動作 就是一個消除這個邪靈的 邪煞的動作 這個畫面會不會非常漂亮 這是從高處拍的 一個蜈蚣再捆 圈蚣 這隻蜈蚣 2018年出來的時候 上面只有70個小朋友 這是最長的一隻蜈蚣 很久才出現一次 這是2011年 台南家裡有一個應員工 他們這應員工的蜈蚣 就是108人 108個小朋友坐在上面 而且 他過去只是用人力扛的 他是家裡金塘店 每三年一次建教的時候的陣頭 可是1987年 金塘店在中斷了幾十年 80年沒有建教 要恢復的時候 去跟應員工 應員工是金塘店的一個角頭廟 就說那你們要 今年要出蜈蚣 可是蜈蚣出陣三天 每天要換不同的戲目 小朋友穿戴的衣服 化妝也會不同 那雙方金塘店跟應員工 為了要用什麼 戲目意見不同 竟然可以因此鬧翻 所以應員工就說 那我不參加 我退出 所以從那一年開始 應員工的武功就不出陣了 然後他們自己在自己的廟出陣 因為他們其實已經準備好了 一直到2011年又再次出陣 從千都沒有出過 因為這年他們的廟 那個修建完成戒教 這隻蜈蚣長度超過兩百公尺 百足真人 因為他已經神靈化 他從設立到 就是要做一些儀式的 這是最後的儀式 最後繞進 結束 廟會結束 要回到他們自己的廟 然後把這個公投尾 化火 就燒掉 代表他 升天回去以教職 因為他是代表 天神下凡來 最後再來介紹 比較重要的陣頭 是宋天鎮跟金師鎮 這樣的陣頭 現在大概 也基本上到台南高雄 屏東 最多的 保留最好的也是在台南 宋天鎮是 很多人在廟外看到宋天鎮 就以為他們是表演武術記憶的而已 其實他的原始宗旨是一個宗教陣頭 他是在進行宗教儀式的 而且是跟陣邪至上壓上有關係的 這兩個陣頭當然是從福建傳過來的 跟福建的武管 武發達的關係 那這樣的陣頭是耍拳弄棍 有各種所謂冷兵器 他當然扮演的是梁彰柏的故事 用梁彰柏的人物來做扮相 不一定有畫中 但是背後的邏輯是根據這個 那因為 他是從 模仿台閣 然後用台閣送花車遊行 他是用人物扮演 梁彰柏的人物出來做遊行 後來漸漸演變成 宋江戲 就是因為 搞水武傳的故事可以拿來表演 所以就變成戲 變成宋江戲 再發展成現在的高甲戲 另外呢 武黨的部分 記憶的部分就演變成宋江鎮 在大陸的武館 宋江鎮跟金師鎮沒有嚴格氣氛 就武館這兩個都會編練 可是到台灣呢 就專業發展 專心 只練宋江或者自練 師鎮 這個跟組織型態有關 因為到了台灣之後呢 尤其台南 以南 都是廟在主鎮 嘉義以北 尤其雲林 台中過去武館非常多 鎮頭非常多 宋江鎮 金師鎮 師鎮非常多 現在 因為後來武館沒落 沒有人要去武館練舞 所以他沒有基本成員 所以就組不了鎮 所以大甲本來有很多師鎮 現在你去看大甲媽祖鏡像 只有在奉天宮鎮壽大典那一天呢 會有幾個大甲的師鎮 從大甲坐著車來 在那個地方擺弄兩下這樣而已 他沒辦法表演這套功夫 因為他已經失傳 這樣的情況在台南 尤其是西港義鄉 四天遶境 有十七或十八個 宋江鎮跟金師鎮 要到每一周要去表演 正常的表演 如果要表演全套 至少要一個鐘頭 表演各種鎮法跟武術技藝 還有儀式 時間關係 所以我後面要講快一點 中部地區 尤其是嘉義以北 過去是武館在主導這個鎮頭 後來武館沒落 所以這個鎮頭跟著沒落 很巧的 不知道什麼道理 台南高雄 不是武館在主導 是廟在主導 所以宗教的理由 讓這個鎮頭能夠維新 正規的宋江鎮或金師鎮 他是大型鎮頭 通常大部分是三十六人鎮 就標明說要三十六人 加替換的人手 加敲鑼打鼓的人 加這些後勤部隊 通常要五六十人才能出鎮 最少也要二十四人下去表演 所以他是比較大型的鎮頭 他有幾個程序 正規的 他一定要有入館 就是 台灣話說 卡館 就是正式要開始主訓了 因為像西港 他三年才出鎮一次 中間是停的 所以要先建一個管 保護神 請下來作證 然後才可以開始操練 每個地方的儀式不同 但都要有儀式 就是請神的儀式 然後開始操練之後 練得差不多了 要讓神明驗收 叫做開管 開管的意思就是 我可以開門營業 我已經練成功夫了 所以開管要到自己的廟跟主辦廟清安宮 讓神明驗收 所以你要做全套正式表演 讓神明驗收 好 通過了 當然表演我一定通過 沒有不通過 這個 之後你才可以開始活動 就可以去探館 去答謝 所以你會看到他們那段期間 就要到處去 最正式的就是 繞近那幾天 要出鎮到每一個廟 像清安西港的建教 有96個村莊參加 所以到每個教童廟 你都要去拜訪 要去表演 要去替人家消災祈福 那整個廟會結束之後 還有一個儀式 叫做謝館 就是經過祭祀 把神明送回天上 然後 這個 這個 不管司館或聖家館才出 就不能出鎮 下一次如果要出鎮 要再重新離館 這個是 正規的聖家館跟金氏鎮 到目前為止 都還是維持這樣的儀式 這樣的儀式 你去中國大陸看不到 中國大陸現在鎮頭也少 那也很多儀式都換掉了 因為中斷太久 這是烏竹林 他們請神的儀式 在他們廟後面一個田 田地 舉行 為什麼呢 因為兩百 大約兩百年前 他們在那個地方 找到一個大的木頭 裡面裝了這些 那個鎮頭的兵器 然後問神明 神明說 你們要組一個寢室鎮 所以他們去請師父開始來叫 所以為了紀念這個淵源 所以每年請神要到那個地方去請 這是內門內部的宋江館 內門的宋江鎮也很有名 所以他們的宋江鎮也 為此都要立館 這是他們臨時搭的館 在外面 廟的外面 或者聚落的某一個空地 那廟結束 這個館就會拆掉 把神請下來 他們 通常神明就是寫在中間 一堆像他們 連他們自己的廟裡 神也寫在上面 一起保佑 像這個就是永久館 有的呢 這個鎮頭歷史比較久 像安定館寮 這個村子 他的廟叫聖誕宮 這是拜媽祖的廟 他們有個施鎮 應該是清代就有的 清末就有的 所以他們就在他們廟裡面的 右側墊 就有一個固定的館 這個是 每年 每三年一次 慶恩宮的鎮頭表演 都會在廟後面的這個大空地 進行 非常精采 因為良性競爭 有十六七鎮 每三年就要來這裡 都在這個地方 讓大家平頭論主 所以 台灣話說 輸人不輸地 你去那個地方 就可以感受到那個氣氛 我們如果表現太差 人家就會在那邊指指點點 所以鎮頭要在這個地方 不是讓神明驗收 是讓所有的觀眾驗收 所以那個壓力是很大的 曾經有一年 有一鎮 早上六點就去開館 我就問說為什麼 廟裡的解釋說 這一鎮公屋不太好 早一點比較沒有人來看 這種畫面只有在台南西港 青鎮公屋 台灣上六點是有五個 現在五個區就五個鄉鎮 這是只有其中一個點 三個鎮同時到 然後大家就很有默契 圍城散圈 輪流表演 這個時候又時間不夠 你表演拳到後面 就要一直等 那個 會拖延很久 所以呢 通常大家會協調 然後 不同的鎮頭 表演不同的套路 比如說你跑鎮 我表演拳術 他表演兵器對打 他表演八卦鎮 等等 大家會事先領隊 會交換一下意見 所以像這個是有三個鎮 同時圍成圓圈 最多曾經有五個鎮 同時到 那個場面非常壯觀 這種畫面全台灣只有這裡可以看到 這個是當中一個 詩鎮正在表演 看一部 近一點 等一下如果 給各位看一下這個小朋友的表演 這是表演 道理 這個是詩鎮 這個在閩南也有 他們有一個術語 叫做 其實蝶羅漢是一城一城上來 很像 在挖一個湖景 上來 在台灣 這個小朋友叫做 詩蛋 就小蛋 所以 當地人說 叫做 冰塞蛋 詩蛋要去倒立 好 這是 台南市安能去的一個西柄條的送家鎮 去台南市政府做一個敬宅的儀式 這是哪一年 二零 大概十年前左右 那個時候市長許天才 親自在市政府門口擺箱案 親自迎接 宋江鎮 為什麼 要做這個儀式 因為那天這個宋江鎮 是去 台南興濟宮 一個廟建教 去幫他們老練 然後市政府知道 禮拜天 就說你們順便到市政府那一下 為什麼 因為市政府 六樓 前陣子有人跳樓 撕掉了 所以六樓的人 很多人一直心裡 有一個很大的 的那個壓力 任何宗教 最大的功能就是 心靈撫慰 心理治療 那用他們 用宗教的術語說 這是除媚 這是一個除媚的動作 其實就是心理 心理治療 所以這個 這個陣頭 後面要進去 可是在六樓 沒有辦法 這麼多人當中上去 所以只有 田都元帥 這個 神教 這上面坐了 他坐電梯上去 弄一下 這是我自己拍的 因為我那天跟著去看 看著他 上去 上去大概二十分鐘都沒有下來 正常的話 上去 那個儀式很簡單 就是 大概三分鐘就應該結束下來 包括等電梯不會超過五分鐘才對 結果過了二十分鐘才下來 下面的人很緊張 想說碰到什麼 兇神惡煞 解決不了 在那裡纏鬥這麼久 哇 終於下來了 趕快大家趕快去 是安坐 是安坐 沒有啦 工友找不到鑰匙開門 可能要進去那個房間 一定要進去那個房間 一定要進去那個房間 做一點儀式 台灣還有一個 宋江鎮呢 比較少人注意到 因為這個 在西港這個地方都沒有 西港有十六七鎮 師鎮 跟宋江鎮 都沒有化妝的宋江鎮 但其實台灣有 還有十六鎮拍面的宋江鎮 最多的在台南 台南有十鎮 台南的古老傳統 台南不但是古老城市 其實台南的台灣 中國的古老傳統也最多 閩南的古老傳統保留最多 細節先不說 各位可以看這個 這個 屏東 這邊有兩鎮 高雄有兩鎮 這邊都是台南的 這也是台南的 這個是靠在關廟歸的那一代 潛370區 最多 再來就是夏寅那邊有三鎮 這裡的是最有特色的 東港呢 是有一個校頭角宋江鎮 也很有名 但是 儀式保留的比較好的 還是台南的這些 我們可以找到這些淵源來自大陸 所以大陸呢 廈門 有一個趙岡村 還有一個宋江隊 你看他的穿著 我就知道 他過去就是一個化妝的宋江鎮 化妝的宋江鎮 其實就是從水武傳的故事來 他們扮演的人物就是水武傳的故事 這是 前不久 才幾年前 趙岡的宋江鎮 其實已經 有一點 不成對心了 你看這個老兄 他穿著拖鞋 就出陣 這是屏東下手腳的宋江鎮 他們是 穿戲服的 宋江鎮有兩大類 另外一種是穿戲服 古裝的 因為他是從高甲戲的概念來的水武 演水武的戲的裝扮 另外一種是 不是戲服 而是用五行五色 作為他們的服裝 這個很明顯的是宗教的理由 屏東的下頭角宋江鎮 現在功夫也不太好了 但是人數服裝道具都還在 這是下影的一個 也是屬於五行鎮 用五色來裝扮的 這個宋江鎮 人數不多 只有二十四個人 但是他很大的特色是 他的頭巾 是最傳統的 他們自己也不知道 就那個是一個舌頭的造型 的頭巾 現在很多拍片宋江鎮 都已經 遺失了 或者做得不完整 他們到現在還是 用人工可以編出一個舌頭造型 非常漂亮 這是五甲一個穿戲服的宋江鎮 歸仁西式 這個是五行服裝最標準的 每個人身上的服裝 加起來總共五個顏色 而且他非常標準的是 他是穿草鎮的宋江鎮 台灣現在只剩三個 三鎮穿草鎮的宋江鎮 因為穿草鎮的意義是什麼 穿草鎮是 小法 做法事 的時候 最重要的 一定要穿草鎮 這是 這個西式宋江鎮 左邊那個是他們的草鎮 這一雙草鎮 後來他們送了一雙 因為他們還有一些舊的 現在草鎮就是到時候編的 穿一次就換 這個草鎮是可以重複使用的 他是 來自屏東的瓊麻 去編織的 所以材料非常好 做工非常細 用完之後洗一洗 曬乾不會換 所以整個是瓊麻編織的 這個是他們的臉譜 這一部分 他們流傳下來的臉譜 我說這個 佩恩生存症最有特色的是 他們的 尤其是石牽這個角色 他的頭套 是一個舌頭造型的 這個是 百越民主舌頭藤文化的代表 這是一個很古老的東西 台灣有一些東西 跟這個有關 這個字 各位如果去內門 你會看到一種鎮頭叫 七響鎮 打七響 這個七響 其實七響鎮 是現在大陸還可以看到 就是跳 在身上派七響 當節奏 當配樂來跳 這是一種很原始的原住民舞蹈 現在在全州下門還可以看到 但是他們 不懂說 你要看你這樣 額頭這樣拍拍拍拍 拍七響的節奏 那很多人 那個節奏很響很好聽 來跳舞 他們現在後面放流行音樂 做配樂來跳舞 然後在那邊拍七響 這就完全不了解 七響的意思 那台灣也有一部分鎮頭 會流成那個音樂 歌舞表演信頭 也叫七響鎮 他們是把歌舞加進去 把台灣的什麼 牛鯉歌要加進去 然後 也還叫七響鎮 那七 這個七 這個 這個 下門的打七響到現在 還是 就是完全戴一個這樣 舌頭的頭套 這是一個非常古老的獨特 因為這細節 今天沒辦法說 那像這個是 內門的 他們 不了解這個頭套的意義 所以為了這 這套 我們在一朵花 那個 東港的 雜三個紫風車 就是為了好看好玩 右邊這個跟左邊這個是最標準的 舌頭造型的 頭套 我們剛剛說的這些 不管是去進鄉 與其繞境的陣頭 基本上如果是宗教儀式性的 他只有一個目的 他都是古代的 鑼的概念 傳下來 演化過來的 包括 八家將 更是標準的鑼 只是他不帶面具 化妝的重要的也是 鑼 他不帶面具 變成用畫臉 來代替面具 所以呢 基本上 董方燕 是台灣最早研究 台灣民進行養的一個 他原來應該是一個牧師 他是台南省學院 畢業 他台南省學院的 碩士論文 就是在研究宋教政 他的結論就是說 宋教政是一個 業餘的巫術團體 他的觀察完全正確 所以 他的 正式的操練 其實都是 壓制邪魔 驅除鬼魂 只是很多人 看不懂而已 而且 從這個拍面 宋江誌上面 還可以看到 百越民主這個奴的造型 或者 五行的觀念 因為五行也是一個 至上跟八卦 五行跟八卦 在中國傳統的思想裡面 都是跟 驅邪正上是有密切關係的 這個東西 現在在台灣 尤其是在南部 只有在高雄台灣 還有相當多的暴力 很多人他會 超越這個儀式 但他不見得知道 背後的邏輯 但他至少很原始的保留下來 那這樣子的東西 如果你 以中國的這個 民俗文化傳統來說 大陸現在 很多都不見了 反而台灣還能保留 所以 這是理師求主也 你現在要學完整的 要看完整的 到台灣來才看得到 因為 對不起 我還是應該給各位看一點影片 我還是應該給各位看一點影片 就沒有臨場感 剛剛說到那個小朋友 才不要很憂慮 才不要很憂慮 就是 這是管流的 的師範的管理 這樣的師範 要不要一直剩下台南園 他是在兩根 十字的這個 水分上面 這個小朋友要有一點擺飾 當然那個地方 完成的不錯就是 他們的這個陣頭 老中青 都會同時存在 等於都會讓有些小朋友 敬佩 參加 他不但要倒立 而且要原地轉三圈 而且要原地轉三圈 我们不必等他转完 因为我们没有时间 转过一起 我们来看一点别的 这个就是失败的表演 现在只剩西康佑 施政另外一个重头戏是 施政的表演 这叫台湾丝 跟广东的显示是一样的 台湾丝是一个仪式性的丝 它有神明的意味 所以这个丝子的表演很重要 这叫丝套 这头丝子是非常华丽的 表演是什么 这头丝子就是刚刚说的 这个乌竹里有两百名历史的施政 默契非常好 这个镇头的表演 非常重要的是锣鼓点 这个锣鼓点是指挥者的 表演进行的 表演进行的 注意看它的步伐 它不是随便走 它是模仿狮子 想象中的狮子走路 应该要怎么走 接下来是施政表演里面 最重要的颜色 叫做卡里塞 米沙狮子 这个是从里面传来的 那我过来就像我们看过 那你们感觉 老师这是 丰富差太多了 的数据 我说的 然后这 这辈子 这两个人 也不像 不要 来 臺塞這個表演大概只剩西港義鄉的陣頭 還有台南地區附近有傳承到其他地方 現在看不到 我去廈門看過 結果是簡直有一句臺灣話 我們年紀大人聽到叫乎神無塞杯 大概很多人聽不懂 就是花拳秀腿啦 我們最後給各位看一下 總要給各位看一下宋王 就是王女最後把他宋神無塞 這是我們做的一個紀錦片其中的一小段 所以王府可以裏面把他切成十二段 這最後一段就是 這幾分鐘 王府 王駕 李鄉 這是三大 西港群的三個組合的事 我請往開始送禮結束 然後這段是 王府可以請 這段是李生 就儒家的比試在主導 這個活動的進行 因為過去呢 王爺的信仰其實是被官方打壓的 因為認為這是 這不正統 這不是官 官方允許的 它會提升自己的這個城市 所以 可以把儒家帶進來 而且把帶給前奏的概念帶進來 帶進來 所以今天 阿普多就是這個 紙座的王女 就是臨時的象徵 請來了 我們現在要送禮結束 今天上午我們就是 因為上午我們六點 就準備要敲錢 清晨六年 要做王宋 要請王宋 這個中間當然是要由 來班 王府 加來班 這個王府 叫做副愛 請我主委 以身的意見 就定位 要叫錢穗洋 家族是已經世代有在 主持 這個可以 這位王女宋在是政大基本經驗 他的政案 是他的屬使 是政大 會計器人 還不七百年就說不要 現在都是董事長 現在都是董事長 我來幫你 好 這個省略就是 省略就是 套養的意思 就要看理解 所以說省略 都過程進來 總共我們有這個 剛才請 付款以外 還有兩位來班的人 就是說 一個 共樂一個共共 標示火紅紙 前進的衣索 標示火紅紙前進的衣索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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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個 大家縣 秩序 太多了 所以 要放在上衣 要吊手 上高 這個 翁順庭 還有 由來班 另外 他一直一直 跟我們這裡的 兵序 跟車子 純定 我們這個 在 藝人裡面 去騎 我們也是 都要放在 準備 中尾 等到 這個 王淳塞 英雄 中尾 頭尾 還有這個 尾尾 都騎好 姓龐 他 我們 做最好 確認的 行為 是 平常 安置好 確認 已經沒問題 我們就 準備 就準備 這就是 準備了 要來 上 潛水 等於 就來 聽點 教授 我會不見得到 你會不在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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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小點 對不起 時間不夠 所以 今天就先稍微介紹到這裡 如果大家肚子不餓 我也不急著 各位如果有什麼問題要討論 我們還可以留一點時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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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非常 那個謝謝 謝謝博士老師 給我們帶來這麼精采的這個演講 那也跟我們分享說 怎麼樣從一起來的角度 來進行這個狂野堅信堂的補充 那剛剛老師給我們看了很多 這個精采的照片跟影片 那我想老師跟我們分享了 這麼多精采的照片跟影片的背後 其實是很紮實的影片 然後使勁到可以去採訪跟紀錄所的 所以實在是很值得我們敬佩 那不知道現場的各位老師同學 還有我們現場的來臨 有沒有什麼問題 想要跟我們這個謝老師交流的 什麼的話可以請先替出來 請說 其實印象那個五福千歲 他等於是撿到那個張權延安的瘟神 那他如果沒有把他送走反而是瘟瘟 因為他是瘟瘟神 那反而是在了西港他有送狼傳的系統 因為他是承承方的系統 打的是這邊的或是那邊的 這是一個複雜的意思 簡單的說過去的瘟瘟瘟的概念就是把黃也瘟瘟瘟神 當你這個地區過去的有一種風俗是說我這個地方有不好 有瘟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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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水邊亂船的標準 在無界線裡面都這樣記載 所以台灣會撿到因為季國的關係 因為海邊的關係 所以台灣很容易撿到從大陸漂泊來的黃船 按照過去的習慣撿到黃船 黃船他們是瘟瘟 所以最好拜一拜趕快去把他送走 那同時因為海邊的關係 你今天拜一拜他送走明天怎麼他又回來啊 所以常常有地方的傳說說我們這個王爺怎麼來 就是類似像撿到黃船然後把他送走 可是他不走他又回來 所以就火灰問神父 我要住在這裡 所以就開始辦了 很多都是這樣買的 另外一種概念是 像西港青安宮 他是一個媽祖廟 他的祖神是媽祖 他的廟裡面沒有任何一個跟溫神有關的神 但是他們三年就要舉行一次王教 那個意思是說 當我這個地區有不平靜的東西的時候 要見教 這是教的概念 教是吃災 那個拜神 毀過 所以通常見教的時候要風山盡水 要吃素 整個區域的人要吃素 每禮拜一行一個月不等 所以是當地方有需要做這個儀式的時候 我們就要做這個儀式 就跟你的廟拜神的神沒有關係 所以像金融公 他每三禮拜是晚教科士 他是拜媽祖 就要做這個儀式 剛剛看到那個很大的金融公前帝 那個也是一個媽祖廟 他們不定期會見教 所以像這樣溫神的概念是這樣的 所以不一定 通常撿到也有拿手足 也有可能就一直留下 然後不是溫神的 拜溫神也可以見教 有一個祈禮 送禮的過程 目的就是祈禮裡面 就是替地方的消除災害 謝謝謝老師 那不知道現場的觀眾還有 聽眾還有沒有什麼樣的一個問題 想要提出來跟老師 阿翔 因為我也知道 東港還有中網有這樣的情況 他當然看到 東港中網是通常會認為 因為他知道中有不好的東西 所以一旦他在王城那點台的時候 通常舊祖應該是要立刻離開 然後就是不要有這個音樂的聲音 但是剛才看起來西港比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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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俗是會比較變 然後因為各地的地方的軍事 正統的正規的送禮 東港南口是對的 西港根據文件 他們以前也是這樣子 而且東港在半夜說 然後王城道南口說 從中國儀式做完之後 要點火之前 所有的鎮佛 要演習其武 就不能敲錶 靜敲下去 開不下去 這個過去的明線 在大陸也是這樣子 那現在已經變得熱鬧了 所以有些地方就 阿阿阿阿阿那就是用很歡樂的心態 來把王眼受者 所以現在因為他的宗教意涵 不是那麼重要 結果那個形式 不是那麼重要 那東港人只是他一直還有個戲者 東港比較特別的是 東港每三年一定要送一次王 可是他又不承認他們的送的是王 其實他們送的就是王 為什麼 那個是跟他的地方成功 因為他們也請道士來建教 只做兩天 道士做法還是說二朝文教 就是說在這個念書裡面有時候還是用王教 他一樣有跟瘟有關的各種儀式在進行 但是東港的人始終 你如果說東港拜的是瘟神會被打 他們很忌諱 為什麼 因為東港儀式的傳統是如鑾聲在保持 鑾堂 他們叫儒中神教 他們把自己比附成是跟儒家這個 儒教的傳統一樣 所以他們被道教是排斥的 簡單來說 用宇峰奧教授的話說 叫做空間佔領 增落 那個東港的王府被瘟神佔領 不准道士之一 所以道士的任何意思 絕對不可以進來 其實這個在邏輯上是不通的 因為一個教徒的進行 一定是儒家跟道士 要你前面才能完整的 要邏輯上必須這樣做 所以東港儀的儀式是比較怪異的 這個是有阿神的其他背景 所以他有一種必會用溫 說他們的神跟溫有關 就是剛剛我說的那個背景 那實際上所有的都跟妳拚 多一個 很開心 好好ok 那現場的那個有沒有什麼問題 想要提出來再跟謝老師請教的 好 請說那個蔡老師 不好意思 那個很謝剛剛謝老師的一個 精彩的分享 因為我個人是在宗教所 那就是很有興趣 因為我們那個從宗教學研究 那個台灣的民間信仰 當然有一個最很大的議題 就是說剛剛其實謝老師 在一開始有提到 就是說整個華南跟台灣 就是說那個佛教跟道教的混合 那當然那是在後來的覆程裡面 謝老師比較沒有提到佛教這一塊 那不知道說歷史學者是怎麼看這個議題 就是佛道如何 在整個華南跟台灣的這個民意下 它的本身是有一個歷史的用途 或是怎麼去解釋這個現象 台灣的社會的一個特色是 非常多元 它的包容性很強 所以它很多東西不正宗 可是它很豐富 但是它因為包容性很強 所以雖然很多東西好像改變 但是它很重要的指數都開始包含了 台灣的我的了解很好 我剛剛說佛道曾經聯誼 在中國道路 明代清代很多廟都這樣 因為你會看到那個一邊是士 是和尚無辜 一邊敗的就是一般所謂的傳統 所以我們這些兩個士 但是兩個的管理是同一的 因為信眾對信眾來說 兩個都有需要 那台灣早期的在像佛光山這個系統 像什麼聖靈保釋他們這個系統 來之前 四九年以前的佛教主要是從大陸福州 他們的信眾 走過來的佛教 那那樣佛教在台灣呢 有很大的一個地方 就是跟民進信仰結合 所以你會發現很多重要的佛事 他們不得不接受 銀咒來自你做 其實是跟佛教本質完全不關的儀式 最有名的就是像東山的佛祖 看東山的觀音佛祖 每年要回人家回到碧儀式 去過零 那他用的全部是道教的 不能說道教 我們這些教的這一集是 去佛門清靜在那邊 翹樓打鼓 還有雞童去那邊 其實有點不成名 如果從正統佛教人的腳步看不及 但這個是台灣傳統 台灣很多的佛事 他為了生存 他兼容必訓 也容納他 所以台灣的那個民進信仰 很多廟 在做儀式的時候 常常有一個宋敬團 那個完全是念佛經的 那宋敬團呢 不是請佛善 你道指跟那個女姑來 而是這個民眾自己住的 平常就是一個徒書會 在學這個東西 那對他們來說這個是儀式 他們不分佛道 所以在很多地方 大概這個社群都一直在 那大概只有 我本人以為說 大臣佛教 像心靈的這個系統 很嚴格的區分 人間 信仰 跟這個原人的所謂的這個佛教 或者自己 佛公先生也要一統天下 他們年過年 辦一個很盛大的那個 所有的 很多道廟神教上山去 去辦一個家女兒 去辦一個家女兒 那個 我不知道他怎麼想的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值得研究 那個 林靖治老師應該去研究一下 這是一個很貴 這是後來還有 這是大概不到十年 這是很貴 你也可以說 如果在正統的佛教的時候 就是不可思議 怎麼又要變弄成這樣 但是在民眾生活裡面 他們基本上 不會去區分 這是道教 還是這是正統佛教 但是他們對我來說是使用的 可以 他的工具性很強 大概都可以接受 所以 宗教團體為了生存 為了私利 所以他就有限 我覺得怎麼說 有限的人也接受 那時候與人為善 給人方便 所以就會看到很多這樣的現象 那他到底是在教育裡面 有沒有去有什麼教育 沒有 他不是他們要教育 是民眾 自己 這個東西是一種自發性 那很多儀式的行程 也是漸漸點變的 也沒有說誰一定是誰 因為民進進黨的最大特色 叫做地方自治 自己管理 政府沒有一套系統跟標準說 你們應該要怎麼做 台灣的最大特色就是 完全是裡面的主導 從人員組織 到經會使用 到儀式的進行 他有時候是拼湊 有時候是從哪裡借用 各式各樣都有 我感覺我聽起來好像不是神的感覺 是一個人的活動 神是怎麼操縱的 對 神跟人之間有一種蠻妙的關係 我們剛剛後面那個同學 請說 我如果要請教一下說 像五年前歲基本上也才是 溫神的系統去找 那這些溫神的有名有姓這件事的來源 會是就是怎麼被賦予這件事 因為假如溫神 我想像應該是自然神的轉換 會比較合理啊 溫神在台灣的拜溫王爺 跟溫神有關係的 我們要先澄清一下 溫不一定不好 為什麼 中國人的觀念叫以毒攻毒 所以你要去除溫意就要溫神 溫神本來是來放毒的 最要對人是來解 這個李光浩教授有很精彩的分析 那這個台灣信仰最多的是十二溫王這個系統 就是用地支的十二人都有名有姓 這個是道上裡頭的神谷裡頭很清楚的 這是從古代記存下來的 而不是地方發明 台灣另外一個溫神系統是五週來的 叫做五福大帝 這是五元溫神 五元溫王 這個是在台南比較多 這個現在在台灣不是主流 是十二溫王 另外 前週還有一個叫十二代許 其實是跟十二溫王系統類似的 這幾個人名字 所以你常常會在不同的廟 看到他們拜十二同 那是十二溫王神系統 可是明姓會不太一樣 因為他的傳承或者是某一年 他們的姬童說錯了 或者廟圍管理人員寫錯了 對方改不改變 所以姓俞跟姓徐其實是同一個是 就會有類似這樣的情況 這在明姓線裡面很常見 那比較重要的是 你去知道他背後的邏輯 對通常可以解釋得很清楚 那現場還有其他問題嗎 那如果沒有的話 我幫同學問最後一個問題好不好 老師可以嗎 就是老師剛剛跟我們分享了很多精彩的照片 還有跟我們分享了老師所帶領的這個 台詞所的團隊所拍的這個西港的紀錄片這樣子 那我想幫同學問的是說 假設以後我們的同學也想要到田野去採訪 跟紀錄這些台灣民間信仰的話 有沒有 老師有沒有什麼技巧 訣竅可以傳授他們 或是說他們有沒有什麼需要注意的地方 哪有算另外一個 哦 他自己的學修校 沒有我現在只有在師大 歷史系 開一年上一節期的課 那所以前幾天 有帶了學問去看大講話 因為這個時候就只能看一個 所以我們就是那個一字語文那一種 哪一種鏡像嗎 一字語文 這裡頭其實 首先你還是得先別人寫 或者你去現場 只是看著那 我們要看門道 那你要看門道一定要先閱讀 尤其是看很多影類做過的影響 台湾現在在這個領域很多人 很多人 而且現在最重要的是 我哥大神太厲害了 他可以幫你找到很多心跳 所以你自己要有一點心的知識 再來之後 你要懂得任何宗教都有禁忌 台灣民間信仰裡面 尤其會有些禁忌 所以要懂得規矩 才不會被人家討厭 去那裡被人家排斥 所以要懂得一些起碼規矩 接下來 你要做採訪 就很多屬於計較的問題 很重要的是 你要取得人家的心力 人家相信你是很單純的來做永久 然後也不會對人家造成干擾 這個是起碼很重要 其他的當然還要很功 用台灣報索的美感 要有注意 這個東西是 大概去購一兩支進鑒 就可以有經驗 那最重要的是 要在台灣看做這個領域 好的領域在哪裡 因為他保留比較多 數量也多 內容也比較豐富 那北部呢 基本上比較少好看 主要好看 而是認讓好看 而是說 有比較多文內的 傳承 比較文字 比較少 大概 目前的情況就是這樣子 那像我們剛剛說的 那個東港的那種情況 一般人去看 你絕對看不出人 你一定要去做了一點研究 然後又去看現象 最後 所以我剛剛說是 軟昂在主導 我其實前讀 李光浩教授的文章 看到他在講民生跟道士 在空間的競爭上 我剛開始都看不懂 所以我在別的地方 從來沒有看過這個文章 原來他在東港看到這個文章 他又不好意思你影響 所以我後來就直接問你李老師 我說你說這個 完全正確 那因為他幫東港寫書案 所以不能把這個 直接寫出來 那我作為研究的人 我就可以直接把這個現象 直接去分析說 為什麼要跟你們今天 好 好 那我們最後呢 再以熱烈的掌聲來 謝謝我們憲哥 謝謝老師 今天謝謝你的演講 謝謝 那如果有其他問題 可以歡迎 來前面跟我們憲老師交流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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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